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台电在8月27号下午举办低碳开放公共艺术空间节目活动 配合台北市政府主办2016世界设计之都 以能源为主题 用上百只小风机将台电大楼先全风化作风力发电 成为夜晚的照明装置 此外更结合屋顶太阳能以及超过200盏的回收路灯 让白天点亮夜的黑 欢迎民众来公馆文罗丁街道 感受不一样的台电大楼 响应2016台北世界设计之都 台电公司以能源为主题 使用200多盏回收路灯打造外墙日光浴 还有主副楼门口间 由上百只小风机组成的和飘风等公共艺术作品 8月27号举办了低碳开放公共艺术空间节目活动 台湾电力公司今年庆祝70周年 我们在过去的70周年之中都是从事建设 但是未来的环境也有一些很大的变化 我们公司也希望未来也有一些崭新的面貌 还有崭新的思维来服务社会 河飘风利用雨遮并装置上百只小风机 将台电大楼出名的风切转化为风力发电 外墙则利用回收路灯结合白天屋顶的太阳能发电 汇集成日光浴 从傍晚6点到10点亮起动态变化的光源 走到大楼侧面的树与雾 则采用早期原木电杆 利用回收的雨水在电杆顶端喷出云雾 台电人的精神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精神 那么今天台电创业70周年 这个70周年里面带有时代的一个崭新的一个精神的演变 所以我想台电已经把大家的生活跟社会里面的那个友善的服务 把它变成另外一种精神 以自然动力的再生能源为主轴 并融合在地温罗丁区域的多元人文风貌 台电希望让到此漫游驻足的民众感受到不一样的台电大楼 以及电力与自然的共生共存 台电公司综合报导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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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